厂家标定那个油耗 那是我不说了吗 资本店我多次说 厂家标定的油耗 那是跑高速的油耗 你可以这么想 知道吗 另外你再加上两个 才是最真实的油耗 厂家标定油耗 加上两个之后 才是纯正的市区油耗 你要按他的油耗跑 那是啥呀 那是跑高速的油耗 知道吧 谢谢那小啤酒 谢谢那小柳小啤酒 对吧鲁这个BRZ 真的那车那车不知道 我就不知道那个车 没有感受过那个车子 赛纳怎么样 赛纳这个车子呢 你喜欢也是可以购买 日系车凡主打一个耐用 要配置没有 要割音没有 要底盘没有 它主要是啥呢 我想买个大的MPV 我家里安装不了充电装 我还不能买插混 我还想省油 那我只能买日系的混同 是不是 我不用插 我不用去充电 我加油就完事了 你喜欢是可以购买的 现在这老款和新款 现在有个差距得差个七八万呢 之前上市说得加价购买啊 是不是 现在小款和新款的话 那差了八万块钱 那谁就开始啊 这让便宜了 你喜欢也是可以购买的 是可以的 但是2023款的四月份以后的 它是有颗粒补充器的 GTRGTR开不成 驾驶分不够扣的 你开它的话 在咱那个国内体体会不了 是不是 你不上德国不限出高速的 你这个车体会不到它的精髓所在 是不是 它的灵魂体会不到 是不是 纯粹是在手里当 肺体 全是废铁了 是不是 卡牙蛋一拍 吃完就继续拍 谢谢啊 谢谢用户 九十九四啊 谢谢谢谢啊 谢谢 你不会后悔的 咱家没少人 有不少人拍这个卡牙蛋 咱家管理不紧张也拍了 吃的很满意 还有李平和还有这个空空 他们都拍了 在这边都给咱们回馈了 谢谢你的支持 谢谢谢谢啊 谢谢九十九四用户啊 你不问这赛纳吗 我没回答你了吗 赛纳 别着急啊 我一个回复 别着急啊 你赛纳不回复你了吗 是不是啊 除处了我就不说了啊 走了 我就走了之后 我就不重复了啊 斯巴鲁小跑车啊 2.4 二零窒息两个排量 啊 咱没开过 没驾驭过呀 没看着过那个车子呀 没看着过那个车子 车子我连看都没看着过 你说的这个车子 那肯定是嘎嘎的呀 是不是啊 反正窒息的小跑车 他没有那种突兀感 是不是啊 没有那种加速推背感 差点意思 是不是啊 如果说是 去像马兹达子的 是不是啊 没有这个 他就过轮子亚就更猛了 是不是啊 操控 我想是毋庸置疑了 肯定是不成问题了 是不是 开了肯定是没问题的了 这个发动机 我认为就得弱一些了 是不是啊 小跑车反正也够用 塞纳不如买别克G28行 哪敢是 那你就关心是在乎油耗 是不是 别克G28油耗高 他有得城市代步的话 油耗确实挺高 G28 他就买塞纳 他只是考虑 他在乎油耗 他会买塞纳的 他买塞纳 他真正开 得劲 做得劲的 还是G28呀 是那个玩意 是吧 底盘他的跑高速会更好一些 知道吧 你看很多人都说 G28不行 根本就不如家用 不如塞纳 其实吧 谁知道了 他是怎么体验的 是开怎么做的 怎么体验的 不知道 我没感觉出塞纳 比这个G28强 我是没感觉出来 为了省油才买的塞纳 为了稳定才买的他 除了他 他哪里也赶不上 也赶不上G28 对不对 你那边B机车 驾驶各方面 可以动 可以动手时 胡适哥就发信号 拜托你了 我这边啊 我跟你说 我这边是不行 我这边也得去点 去长春的哈尔滨 也去长春哈尔滨 知道吧 再远点就是沈阳了 知道吧 我这块不行 我这块不是省会 你提吧 我跟你说 九十九十 你提就是上省会 知道吧 就是上省会 省会这个店多 经销商多 他有对比 他不扛价 知道吗 你像不是省会的话 经销商少的话 渠道少 他肯定会家族不好看 不好看 知道吗 你就上省会 也不用说是那什么 知道吗 不用去太远的地方 知道吧 我要是去的话 也就上这几个地 这几个地方 知道吧 卡尔滨 昌春 你看要是沈阳的话 对我说的意义不大了 太远了 没大意义了 我单位用了好几辆 杰吧 胖道鱼 哪一款竟然 哪一款竟然变容相坏 变容相坏了 现在的九一梯是不错的 现在的九一梯是 现在的九一梯是不错的 胖道鱼那一款竟然变容相坏了 是不是 单位的吧 长途啥的 我跟你说 那必须是杰吧 那是王者 对不对 感谢点赞 看看微信 你这是定准了呗 就懒劲530了呗 是不是 就定准了呗 380反正是开的吧 动力没多猛 够用 没多猛 够用 但是说 你要身材也是行的 身材也是行 反正就来的慢一点 来的慢一点 是不是 毕竟车子大 开的也挺稳的 也挺好 我开着走的 车库 坡道 竟然不驱动了 然后就给别人顶账了 我老板够水 哈哈 哈哈 哈哈哈 这会竟然不驱动了 顶账了 那一款变容箱坏了 也正常 也属于正常 这玩意 机械开出麻眠正常 但是 啊 总体的概率不要很大 不要重 不要成了重灾区就行 不要说高发重灾区就行 知道吧 那只能这么 只能是这样事的 他没有哪一款车 他就说百分之百 他就不出毛病的 对不对 他那不可能 那也不现实 对不对 一个车子这么多零件组合在一起了 出现毛病是正常的 但是不能从重灾区 不能从重灾区 也不能说是从高发的一个故障的故障的地方是不行的 对不对 哪有时间 我就这两天有时间直播 对吧 过这 过这 过这我先换号不够 我看时间不一定有没有时间了那还 这一号先留了 先留了先换号 换号不够 都不一定 看看 哎呀 这一天我跟你说 哪有时间呢 你一点时间没有 再说他那个地方死哪远呢 是不是 这在我这知道 明白明白 时间不够用啊 真的 时间不够用啊 时间就是金钱 时间是真不够用 再一个 你要真组织啊 真要是组织 没几个没几个人能去啊 就没有几个人能去啊 知道吧 都没时间 要这样的话就没有必要上成佛坡 知道吗 你不如要路的话 你不如自己整个地方 知道吗 不如自己整个地方 自己打 自己打到一个 环境 知道吗 让全国的车友都来 知道不 一会四点半 四点半 我就下伯了 四点半 别人前年 我总是那八九的那个人 江二八 别人 别人要打滑 帕拉特领域顶起门 兵力走高处 被死的 崩崩崩崩崩 我说 你咋没直声呢 我说 你咋没直声 半天没说话 我说 你咋半天没说话呢 无所畏惧 反正你那么说吧 无所畏惧啊 你单位都没事 你开自己的步那样就行 你开自己的步那样就行啊 又说完了一天 我没喊你啊 我没喊你啊 我没喊你 现在半天咋没直声呢 你干啥呢 咱们那个年里 经历的 经历的扯淡事也多了 对 要我怎么说呢 吃过的盐 你走个路都多呢 对不对 这玩意跟工作接触的环境啊 氛围不一样 经历的也不一样 该忙正事 忙正事啊 不紧张 该忙正事 忙正事 我朋友他们单位 单位跑业务的巴达雅阁 跑了四十一百三万公里 他发动机跑废了 换个换了个拆车的 怼上去继续跑 干了一百三万公里 你要不说为啥都买这日期车呢 是不是 不就奔个发动机扛干吗 对不对 经压高速一泡尿 经压高速一泡尿被罚200扣6分 这事也干过呗 是不是啊 这事也干过 是不是啊 这泡尿有点高 总出门跑业务开车的吧 你像这个分这个东西确实是 很重要很重要 也许你给四驱开车的话代步的话 他没啥事 一年可能是扣不了分 满12分还是满的 是不是 你跑高速的了 就不就不一定了 上去去外地你就不一定了 是不是 不熟悉的环境 所以说分呢 尤为重要 无所畏惧啊 绝对绝对 绝对是有故事的呀 绝对是有故事 130万公里的车我还没见过 我见过皇冠跑了59万 你看到没有 公里数大的都是在 都是在日系车 知道吗 都是在日系车 特别是老日系这个治安吸气 特别是老日系这个治安吸气 是真这么扛干 你说是真扛干 你说 130万公里也也也真是奇迹了 可以打破纪录了 是不是 我这不这130万公里是不是调调 我调表调错了 没完没完少调 多了调调错调反了 现在我跟你说 就是现在的这个日系车的发动机 跟以前的日系的发动机 就是老款发动机 比现在都比不了 都比得比不了 现在日系的发动机的稳定性 跟老款的那个车型 那个以前的日系车的发动比 真比不了 知道吧 那个车成天跑 人歇车不歇 那能 那能 业务面比较广 那能 那绝对 就是 香港说说真的是牛逼 那个时候 皇冠国内早就 国内早都连报废的车都 都不好找 那时候呗 在香港不都是那个老皇冠吗 都是那皇冠吗 巴大雅各 飞了皮的照 我怎么形容你 那巴大雅各 那对呀 那是非常皮子 耐照的 非常皮子耐照 把带还说啥呢 嘎嘎的 没毛病 那发动机就干吧 没问题呀 你以前不说过吗 以前不就说过吗 尴尬去 尴尬取出来了 尴尬取出来 里面都与泥 是不是 还不烧机油 是不是 那换德性 我不说了吗 你同样跑个几十万公里 你打开日系的发动机 德性发动机 你就看吧 一个油光门面 一个干 就有点灰尘 是不是 说明啥呢 人家日系车密封的非常好 你说这算是上面进去淤泥了 是不是 那里头没事 他没进去 还是说密封的好 是不是 你别的车要找什么完蛋了 那个 10点半了 我打算下播了 下播了不紧张啊 感谢这个无所畏惧的支持啊 感谢无所畏惧 刷的礼物啊 刷的礼物 破费了啊 谢谢啊 好了不紧张我下了啊 该忙忙你的 一开始 一开始我都没干 后年我去朋友修理厂才知道真扛干 一开始你就是不懂你没啥概念 是不是 人家你别说还真有情怀 街道上的车都很干净 一个车行就一间房子 一个起落架 咱们国内大修理厂别那么开花 咱们国内的修理厂不都是像德系车养活的吗 我在资本间里经常说无所畏惧 对不对 你国内的话修理厂都是靠德系车养活啊 要是没有德系车的话那国内的修理厂那不都费了吗 是不是 我都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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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没有饭吃了吗 修查车修的最厉害不都修德系车吗修的大众吗 这个奔着卑鄙修的最厉害吗 见证多吗 见证多吗是不是你跟人家人家那个人家那边就就不对 人家那边都是日系车的这皇冠出租车的不坏呀 是不是 我目前开马自达前几天日系车里也造假书记怎么看 刚才直播的时候开播的时候就说这个问题了 日月明知道吗 月明开始直播的时候今天直播的时候就说这个事了 问你说没事你就干吧 知道吗 你就该干干干干干干干就完事了没问题 他发动机变速箱没有问题你就干呗 是不是 自己说的汽囊啥的 那么起着的没事跟咱都跟你说 咱买车用车代步不发生什么关系 知道吗 你以为如果日系车这样是什么 那别的车起那那那那那那汽囊不这样吗 是不是 那你这车呱呱呱都拿出转来 他不可能摆着摆着多多多什么 对不对 你买日系车买的是发动机变速箱的稳定性 是不是 特别是发动机的稳定性 知道吧 你不用太在意那个 不要因为他这个给你带歪了 该买买 知道吧 该买买没事 特别马自达要比他们强多了 知道吧 没事 你不紧张的跟你说了吗 西囊是这个 奥托利夫的 知道吧 奥托利夫的没事 行好的好的 无所畏惧好的 一会我通过一下 我通过一下啊 对对对 不用说用他带歪了 没问题啊 没问题 不用他带歪了 没问题 是吧 对你查一查 那谁 人家管理不紧张 跟你说了 你记下这个名字 奥托利夫 你查一下 知道吧 再说了没问题的 没问题 你就他不出毛病 不绕甲那个 他该谈不出来 还谈不出来 是吧 该出问题 还出问题 这些东西他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 知道吧 行好的 就这样啊 拜拜 拜拜